在場股東對此投票結果有無意義 財產股東一陣掌聲 投票結束象徵大同公司進入新時代 大同公司派與市場派 經營權之爭延燒半年 市場派在九席董事取下七席 林國文彥等公司派取得兩席 象徵林家百年基業的大同王國 走入歷史 不慎唏噓的一個場景 此時此刻的林國文彥 從創立開始就是家喻戶曉的家電品牌 現在演變成經營權之爭的連續劇 大同公司1918年由林上至創業起算 經歷長子林挺山64年歷經圖斥 長孫林外山接班 再由孫席林國文彥接手 至今102年 1960年大同電鍋上市 掀起廚房革命 這首歌更是耳熟能香 大同大同 大同是台灣第一批上市公司 1969年大同寶寶問事後 消費滿萬元贈公仔 更是家庭財力象徵 然而大同第三代接手爭議不斷 還引破產欠薪 19年未發鼓勵 甚至要賣地補帳面 引發股民不滿 曾經是北投地標的大同北投廠 也在財務重整中變賣給富邦 一輪串操作讓股東不滿 縱使市場派有陸私一律 股東臨時會仍然如外界鎖料 市場派大獲全身 百年企業重整 擺脫家族企業 大同市場派股東打了勝仗 嘴巴說有信心 一年內讓大同有所改變 但面臨虧損及陸私疑慮 新團隊更大的挑戰 恐怕才正要開始 記著姚立強成績跟台北斗